大政治 大爆掛 大家一起來解掛 觀眾朋友午安 我是周玉琴 午安 我是王悠正 時代力量主席黃國昌 他選前身的是知法違法 因為造勢活動超時了 就被罰100萬元 但是我們覺得好奇怪 他不是地主嗎 而且一歲就開始當地主 身為地主的他 怎麼還會哭窮 讓人看不懂 好了 民進黨的段儀康 看不順眼這個黃國昌 結果臉書上面 又是批 又是酸他的 我們也覺得好奇怪 這個大綠跟小綠 彼此之間在那互咬 只是為了下一次的選舉 要徵求選票嗎 尤其是年輕族群的嗎 好 罵再多 你說有什麼用 明代官員 各個自我感覺都很良好 我們今天就看到了 我們的國防部長馮世寬 他給自己打100分 所以大家就要問了 這樣的話我們還能期待 他有什麼擔當 講到擔當 不知道會不會有人覺得 今天看到新聞 那個八卦新聞 就是認了婚外情的 這個台北市議員 好像是比較有擔當 等一下回來 我們都會有討論 先來介紹來賓 好 神經病台北市議員 王鴻威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資深媒田 康仁俊 總好 大家好 國民黨國會助理黃子哲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還有政治評論員鄭世成 疫情又正大 午安 好 講到時代力量的黃國昌 黃國昌他被罰了 自己被罰 他的黨也被罰 各罰100萬元 最主要的原因 是因為年初造勢的活動 超過晚上10點了 所有要競選的人 怎麼都會不知道 可是就是執法違法 結果就被中選會罰了 但是你看當時還制止不聽 所以根本就是故意要來超時 立法委員黃國昌他現在還要哭窮 到底繳不繳罰款呢 來看今日最大掛 我們交給主播王宥正 宥正 好 今天我們是最大掛狂新聞 有多狂 我們一個一個來看 到底誰狂 而且一個比一個狂 首先我們看到的是黃國昌的部分 來 我們現在講 黃國昌有人說 他是鐮刀立委 是鐮刀力量 因為總是愛收割 所以我們今天找了一個 這個在寶可夢當中的螳螂 他手上兩把鐮刀 來代表黃國昌 今天對手是誰 就是在政壇常常發怒咆哮 拍桌垂胸的憤怒鳥 段儀康 好 我們說大綠小綠 本來應該是合作無間 但怎麼選後開始 兩邊有一些隔閡 甚至有一些爭吵 那又嗆又酸呢 首先看到的憤怒鳥段儀康 他在今年的1月的時候 就說黃國昌到了立法院之後 居然想要換委員會 換的話他跑去找國民黨立委 跑去找民進黨立委 雖然通通被打槍 但是段儀康看不過去 他就在臉書上寫什麼呢 他說真的時代不同了 展現力量的方式也不一樣了 選不到自己第一志願的委員會 居然還可以跑去找別人用換的 看起來黃國昌的言行 讓段儀康很看不下去 好 第二個部分來看 是在今年4月的時候 記不記得當時在立法院裡頭 立法院長蘇嘉全宣布要休息 但是黃國昌可能耳朵有業障 沒有聽清楚 他以為是要散會 站起來大聲咆哮 站進媒體版面 之後還開記者會 把這個立法院的黨團 還有蘇嘉全狠狠地罵了一頓 還指責國民黨說 沒有討論完 你們散什麼會 但是結果證實當時蘇嘉全 說的是休息 不是散會 這個時候跳出來 很酸黃國昌的 也是憤怒鳥段儀康 他說 這個在臉書上一樣說 來 乖 好朋友們 不要生氣了 聽起來好像是在安撫 黃國昌的情緒 但是明年人都知道 這句話又夠酸 好 這一次兩個人 又因為什麼事情槓上 最主要是因為遠傳 並購中家的部分 好 針對這個媒體的並購案 事實上黃國昌保持一貫的立場 一直批評 一直阻擋 他覺得這樣會有所謂的 大怪獸出現 那麼甚至還在臉書上發文 批評NCC 不過這個段儀康 卻有別的想法 他同樣在黃國昌發文之後的 一個小時也在臉書上寫 暗奉黃國昌 你們又是鐮刀力量 來收割到尾了 因為政府的立場 從來都沒有要讓這個 併購案給過關 但是黃國昌假裝看不到 假裝自己主持正義 這不是鐮刀力量 不是收割成果 不然是什麼呢 好 我們從這個事情 除了看到黃國昌 常常被嗆之外 我們要思考一下 段儀康又是什麼想法呢 我們知道事實上過去 面對媒體的併購案 段儀康常常是站在第一線 努力地發聲 反彈 阻止 但這一次儘管他也表達了 不贊同的立場 可是聲音沒有那麼大 那反觀黃國昌 等於是以往 段儀康的那個角色 他努力監督 努力反對 怎麼段儀康 沒有站在戰友這一邊 反倒是發文很酸黃國昌 難道面對媒體併購案 你段儀康也是雙重標準嗎 好 另外一個部分 我們剛剛一開始講到了 大綠小綠應該是選舉戰友 怎麼現在反倒互咬互嗆互酸呢 會不會是因為屬於 新潮流的段儀康 很擔心時代力量 如果繼續鐮刀收割 會把年輕選票 通通收割到自己口袋 所以緊張了 因此要打擊時代力量 純粹因為選舉考量嗎 好 我們看到了 民進黨上任之後 到現在這個 施政成果拿不出來 但很會鬥爭 而且還很會搞內訌 不過我們收到了 狂這個字 要是民進黨綠營人士 繼續狂下去的話 恐怕不是全民之福 有再大把的鐮刀 選票都收割不進來 來 接下來告訴你 今天有所謂的綠營三狂 而且九四狂 我剛剛說了 今天我們是大爆掛狂新聞 首先第一狂 看到的是國防部長馮世寬 我先問各位一個問題 如果你今天以民眾的角度 幫馮世寬打個分數的話 你會打幾分 我不知道你 但我的話肯定不及格 不過今天在立法院 國民黨的立委呂玉玲 就問到了馮世寬 你幫自己上任以來的 施政成績打幾分 馮世寬毫不思索 說出100分 狂 這不是狂 什麼才是狂 好 這時候呂玉玲也嚇到了 說你這樣會不會太 自我感覺良好了呢 馮世寬馬上回答 我這不叫自我感覺良好 我這叫做有自信 告訴國軍 我才領導他們 狂 又是一個很狂的回答 好 呂玉玲說 我現在不是問你有沒有自信 我只問你幫自己打幾分 馮世寬大概愣了兩秒鐘 再度很狂的 語氣很堅定的說 100分 你說這不是狂 什麼才是狂 有這麼狂的國防部長 我們的國軍要如何進步呢 好 再來看今天的第二狂 畫面上的這一位是 自由台灣黨的黨主席蔡丁貴 你對他的印象 大概來自一些街頭的抗爭 比方反核 比方太陽花雪韻 比方佔領立法院 好 這個人常常舉著改革大旗 高喊正義口號 說我們要改革 我們要修正不公不義 而且18%不能領 軍公教不能過這麼爽 想不到今天他在廣播節目上 自爆說 我有領18% 狂 自己領18% 而且上街頭反對18% 主持人很好奇就問到他說 你自己領 你怎麼好意思 還反18% 他的理由更狂 他說如果18%不領的話 中華民國國民黨政府 會拿去做壞事 所以我要把流亡政府的錢 全部領過來 避免你們去做壞事 殘害人民 甚至還提到說 他是為了人民的主張 才領這些錢 要拿來當作上街頭的資金 還說如果我不領18% 我怎麼知道18%要怎麼改革 狂 真的有個狂 好 第三狂 就是剛剛我們講到的 時代力量的主席 黃國昌還有整個時代力量 他們是在選舉期間被逮到 他們是延後了選舉造勢場合的時間 到擾民的程度 當時中選會跟相關單位 屢勸制止他們都不聽 堅持要 於是堅持要違法 現在被開罰了200萬 黃國昌主席負責人100萬 時代力量這個政黨100萬 我們看到了你選前就敢大類類的違法 選後被開罰之後 時代力量的說法是 作為一個小黨 我們資源不足 那麼中選會採訪金額 對我們來說是一個沉重的負擔 選前違法 選後哭窮 狂 有夠狂 好 綠營有這三狂 再加上一個超級狂的總統蔡英文 你說台灣人民怎麼辦呢 回到節目現場 我們要好好來監督 首先先聽聽時代力量 針對被採訪的金額 他們的回答有多狂 林昌佐 對算 林昌佐高舉Rock手勢喊動算 當時衝刺立委選情 台上台下 激情到忘了時間 人民有力量 時代下前行 市場1月9號 時代力量在紀南諾造勢 為立委選舉最後黃金州催票 但被檢舉超過晚上10點 還在從事公開競選活動 違反公職懸霸法 中學會20號決議 紅鍋昌的時代力量 各招罰100萬元 社會知道說 我們這個國家是有法律的 所以我給中學會一個讚 小型一出 藍尾給中學會按個讚 雖然紅鍋昌 最愛用高標準檢視其他政黨 這回只能乖乖繳罰金 時代力量發出上面表示 這間是唯一的全黨造勢晚會 當天來賓因為這種問題遲到 導致整個晚會延到10點半 才結束 深感抱歉 比較值得鼻子抗拳 然後也要回過頭來看看自己 那我覺得中學會這次的財閥 當然也給時代力量一個 很好的經驗 選舉期間 任何造勢都必須遵守選爸爸 中學會依法行政 維護民主選舉風隙 這條南諾全文台北報導 好 我們看到了要參選都知道 這個活動不能超過10點鐘 否則就是違反選霸法的 明明白白的規定 可是居然漠視了法律 而且還是屢勸不聽 人家制止了你都不聽 那當然事後 你就要乖乖的繳罰款 先來請教一下洪威 這個我想我們出來選都知道 但是黃國昌 居然還是置之不理 那就罰嘛 你就乖乖的繳罰款嘛 哭窮做什麼 還要說時代力量是個小檔 什麼意思呢 其實這個制止不聽 對時代力量來講 根本是小事一件對不對 警察怎麼那麼大膽 還敢說讓他們要結束 整個競選活動 你想想看他們當時在大 太陽花運動的時候 是直接衝進立法院對不對 對這個警察還要保障 他們的安全對不對 然後警察所有都24小時 還有警察過勞死的都有 所以當他們要選舉的時候 他們當然高高在上 警察對他們有什麼作用 但是剛才你可以看到 立法委員也說 中選會還是不畏強權 大家給他喊個讚 你還是依罰行政 蓋罰叫罰 說實在罰100萬 對於時代力量來說 是很大的錢嗎 不會吧 對不對 黃國昌一歲 你就是大地主 對不對 你知道有 我想想他在一歲的時候 他擁有的土地 應該比我們在座很多人 到現在擁有的財產都還要多 一歲 對不對 然後他的岳父也是一個 大台商 對不對 然後包含林長佐 出身也非常好 他媽媽也是在知名的會計師 然後在大陸也事業有成 還可以得到一些獎狀 還可以跟一些中共的高幹 能夠一起拍照 合影 留念 我想這個都是一般人 做不到的事情 所以幹嘛哭窮呢 我也覺得段一康也不用太酸 我看到他臉書 結果他潑那臉書 就下面一堆人去酸他你知道嗎 意思就是說學妹明星想做什麼 你們就是做不好 還要酸人家 那就一堆就是說 你們憑什麼酸時代力量 對不對 就是大率小率 所以你酸他 事實上我覺得段一康 也討不到什麼便宜 你想想看 黃國昌掛條位的事情 這是第一次嗎 鐮刀力量 對 在上一次 這次鐮刀力量 在上次華航在罷工的時候 黃國昌對不對 對 剛才忘記內幕了 要待會補充一下 對不對 黃黃罷工說 他明明就已經報名 要跟蔡英文一起出訪 對不對 他的大立委坐在那邊 掛條位 然後搶進鏡頭 然後等到罷工結束之後 他就要由外交部 特別派專人去接他 結果那時候邱映營也酸他 大家說你把這個 跟著元首出訪是當成自由行 他就這樣 他是大立委 什麼小黨 是大立委 所以我覺得段宜康也不用酸他 酸他反而酸到你自己 你看看你的 別多少人在酸你 這個還是溫陽俊哥 剛剛其實議員講得很清楚 黃國昌應該哭窮有一點 好像 他也在矯情了一點是不是 這個錢就矯蓋矯 而且選錢就懂得違法囉 黃國昌的募款能力 其實大家真的不要小看 在選錢的時候其實 時代力量黨裡面有一些 內部的紛爭 有一些其實就跟募款的東西 是有關係的 不要講得太明 這裡面有一些紛擾 包含有人要退選或幹嘛的 事實上這裡面其實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看 我從一個大的方向進來看 就是說今天他違法的這個部分 其實我覺得剛剛佑正講的那塊 是我一直很關心的 他在做立法委員選舉的時候 他用違法的方式 去達成他選舉的目的 結果他最後要選的是立法委員 立法委員要拿來幹嘛 他拿來制定法 你不覺得這個很諷刺嗎 也就是說我們當然希望 所有人都能夠在合法的範圍 裡面去做 你表達你的主張 我覺得都可以 可是現在的重點 其實第一個 你哭窮這件事情 我舉一個例子 比如說趙鋒的這件事情 黃國昌講說 他覺得是驚訝難以置信 同樣的當你這個出來 你告訴大家講說你很窮 我們也驚訝難以置信 也很難以置信 可是我其實更難以置信的地方 其實在於是說 在這一段時間裡面 我們看到包含民進黨 包含時代力量 事實上從過去 他們的作為被檢視回來 他都是先以違法為優先 他可以告訴你說 當我的公民 對於這個政府不滿的時候 你可以採用不服從的方式 所以你可以衝撞 你可以幹嘛 等到你被裁罰的時候 你就開始講說不行 我這樣子 你看我們真的是很窮 我其實在乎的是這一點 所以他的募款能力很強 你剛剛的意思是這樣對不對 他其實夠 他檔裡面其實夠 所以何必哭手 現在靠募款就可以繳罰款嗎 是這個意思嗎 你會發現時代力量在選後 他在各個地方插旗 是非常非常明顯的 他在每一個縣市 都成立他的黨部 大的縣市成立黨部 而且成立黨部是成立在一樓 是成立在什麼地方 不是那個小巷子裡面 是在大馬路上 基本上都是交通要道的 大馬路上 那些其實都是非要 你開黨部還有人賊一家 所以我其實不認為說時代力量 而且再來就是選舉裡面 他其實也拿到不少的款項 所以某種程度上面來講 其實我覺得大家會 我覺得你有今天 從這個地方進來看的話 就是說你記不記得九三的時候 九三的時候軍工叫上街頭 對不對 上街頭對不對 結果五點鐘結束 我們就講說大家結束 是因為我們還是在法的 這個範圍裡面 馬上有民進黨的立委跳出來講說 我就看你們家就是公務人員 我笑出來 我們就覺得很奇怪 難道在這個國家 在這個社會裡面 在中華民國裡面 手法是笨蛋 我真的覺得錯亂的是這一點 就是說今天有一些違法的人 然後他今天變成了立法委員 再來制定法 再來告訴我講說 你要按照法座 你如果沒有按照法座 我真的是驚訝 我難以置信 這個真的邏輯怪怪的 你知道嗎 所以我其實覺得 時代力量在這個世界上 也不要拿窮這件事情來說嘴了 你就乖乖繳的罰款 但我更希望是說 以後你就在法的範圍裡面 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你不要像有一些立委 他講說沒關係 我們遊行申請到什麼時間 玉石沒關係 反正罰錢就好 法的概念不是這樣 如果你連你自己的 這個制定法的人都這樣告訴我 那我幹嘛追上你 我幹嘛守法 而且笑人家是律師 是啊 好奇怪 蔡立委 蔡律師 紫哲 你看這個時代力量怎麼回應 收到正式通知之後 經決策委員會開會研議 再決定後續的處理程序 是有可能不繳罰款嗎 想賴嗎 我很窮 我不繳 這個意思嗎 這個黃國昌太假聲了 對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財產 好不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立法院 他當立委做財產申報 最新的黃國昌財產申報 剛才我們講了 土地有幾筆 鼠筆 土地以外還有建物 對不對 土地上面還有房子 建物有八筆 車輛有兩輛 特別介紹 一輛是Lexus 一輛是奧迪的 奧迪的 好窮 兩輛車賣一輛就繳一半 奧迪這輛車沒有 應該算一般 因為它上面申報是220萬 應該還好 賣掉車是夠的 所以我說賣掉接班 這台應該就夠富了 而且還有剩 現金34萬 存款1400萬 然後股票130萬 相當之價值的財產 就是所謂的手錶 珠寶等等 這個是330萬 保險有7張 當然它也列了一個債務 是1400萬 這大概是房屋 貸款的金額 我要說這個哭窮 真是有點假掰 因為我們看這個200萬 在他整個財產裡面大概是 應該算是零頭 幾分之幾 對 是零頭 一百分之幾 對 一百分之幾 這不會付不起 所以這個 這個我們是沒有辦法接受的 所以我們剛剛說 這個鐮刀就是矯情 這個黃國昌哭窮 我想一般民眾 這個觀感是不佳的 我要說 剛才我們有提到 就是說他違法這個事情 就是在競選期間 還超過時間 被罰200萬 我們不要忘記 黃國昌他當時的身分 除了是候選人以外 他的本職是什麼 正職是什麼 他是中研院的法律 對 法律所的 應該是研究員 後來別人說研究員了 對 是我國最高 學術機構的研究員 那不是知法犯法嗎 是不是 他應該要比別人 應該要更懂法 更遵守法律 結果他竟然自己違法 違了法 現在要罰200萬 竟然又說 竟然又說哭窮 繳不出來 我想這民眾 是沒有辦法接受的 就感覺就 而且他理由是什麼 他理由是說 是因為來賓遲到 不然你去叫這個遲到 來賓幫你繳麻 不然怎麼辦 是不是這個意思 這個我想 黃國昌 我覺得最近表現 有點招惊 包含他昨天 又針對油美女 還有他先生黃衛銘 就是被小英總 對 提名為大法官的人選 這個事情 坦白講 一定有利益迴避的問題 也被檢察官 還有法界的人質疑 反彈 結果他竟然只有淡淡的說 這個事情是一件 很困難的問題 這見鬼了 你以前在做公民運動的時候 對一些人權議題 對一些民主人權的問題 對不對 不是都出來抗議嗎 都來爭取嗎 怎麼會碰到這個事情 又轉彎了 所以我覺得這兩套標準 充分顯示黃國昌 或者說時代力量 進入體制後 又馬上轉變一個態度 我覺得是面對顏色 昨天我們來賓也有說 如果今天是周美清當招衛 馬英九當大法官 我跟你講態度絕對又不一樣 所以剛剛我們在講 就是說真的很狂 而狂的還不只黃國昌 還包括誰 還有國防部長馮世寬 等一下立法委員江啟成 也在現場要跟我們來 好好聊聊他眼中的馮世寬 還有今天他聽到了那個100分 有什麼樣的反應 馬上回來 我給自己打100分 100分喔 哇 在場大家都滿意嗎 同意100分嗎 同意 同意 部長 你自我感覺良好耶 我如果是你啊 我絕對不敢給自己打分數 早上到現在 這麼多個委員 提出了這麼多的問題 你怎麼處置的 從熊山的物色 小白的捏狗 還有我們的戰車的翻覆 有夠狂 超級狂 自信100的國防部長馮世寬 剛才我們看到的是 國民黨立法委員呂玉琳 在現場質詢 在立法院當中 他甚至問到了這個答案之後 還滿吃驚的 然後又問 在場的你們覺得 是不是都同意 國防部的下面的官員 對 結果我要請教一下 我們的這個 在場的立法委員江啟成 江委員 今天我們看到 國防部長馮世寬 給自己打100分 這個答案真的是 讓人非常的傻眼對不對 的確 我想 這個 我不曉得小英總統 自己有沒有看這一段 看完之後 他是不是也要給他打100分 因為如果小英總統 給他打100分 我們真的很想問 這個滿分是幾分 是1000分嗎 還是500分還是多少 因為在 我今天我有質詢他 我在李玉琳之前 我不是問他打幾分 我是問他說 你覺得 你對自己的表現滿意嗎 或者是說你最滿意的 他說他很有信心 然後這個 幾乎全軍上下 都聽從他的指揮 所以 某種程度上 我覺得如果有這樣子的 自我感覺良好的部長 這也是為什麼 我們現在募兵狀況不佳 因為看到有這樣的部長 然後你說家長要同意 小孩子去從軍去當兵 怎麼敢 老實講 這不是一個非常好的示範 是 我們在問的時候 其實我們作為在黨 我們當然是必須監督 我們問他這些尖銳的問題 如果是一個自我反省要求高的 一個首長 他一定會講說 我沒有辦法替我自己打分數 起碼是這樣回答 或者說這個分數 必須由民眾 或者他的長官來幫他打 對 甚至是說不然委員 你給我打幾分 委員 到現在我沒有聽過一個 從以前到現在沒有聽過一個 部長被立委問到 幫自己打100分的 這幾乎是沒有 沒有 絕對沒有 幾乎所有的部位首長 不管是藍的綠的 絕對一定是不會替自己打分數的 而且更換是打100分 打100分 所以我才會問說 那到底滿分是幾分 是 我覺得就是說基本上 他會出現這樣子的一個反應 當然可能他一開始上任的時候 在立法院的表現 頻頻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 所以其實他對於 他自己今天也講 他覺得說他最不反應的部分是說 在媒體的一些適應上面 他只有這樣嗎 對 他回答我這個問題 可是我看呂玲委員 當然這個佳穎城委員 您的質詢 有哪一些尖銳的問題 你可以補充一下 但是我看到他在回答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就很好奇了 因為這個呂委員有問到他 有關於小白事件 戰車翻覆什麼的 那他怎麼說呢 難道也是說那些都沒什麼嗎 所以我可以拿100分 是這樣嗎 我覺得這是心態的問題 真的是可能原本 原本他在公布的這業務上面 一開始我覺得他並不熟悉 因為離開太久了 可是接連發生太多事情之後 我覺得這種人會有這種反應 通常是自信不足的 自卑變自大 自信心已經產生一些問題了 所以用這種方式來表達 我覺得這個對於一個部會首長 這非常容易產生領導的危機 因為當你講說你自己是100分 我自己在想 你那些部署 次長 司長 處長這些 他們心裡是怎麼想的 難道他們都認為你是100分嗎 以後遇到你那人要講100分的部長 不然就糟糕了 這會造成一種 鵝而魚奉承的這種文化出來 所以下面那些人都說同意 對 他們能說不嗎 他們能說不嗎 對 同意 文化嘛 是啊 施誠 身為一位資深的政治評論員 你給自己打幾分 我打 我這裡50分 這裡50分 我跟你講 因為馮部長不在現場 我幫馮部長回答你們這些 刻薄媒體人的問題 我100分 為什麼 如果沒有發生小白 沒有發生帆富 沒有發生熊山 我本來是120分的 我是因為扣才剩100分 我對我自己非常滿意 我跟你講這什麼意思你知道 我就算0分 我後面那個大姐大挺我 我你是怎麼做 懂嗎 大姐大挺我 反正我這個賊也找不到這麼 我跟你講他是 他在過去的分官 他是本身是軍機大臣 兼內務總管 內務總管就是燕官 就是那個就是太監 我認為他就是馬屁精 可是他馬屁拍得好 現在蔡英文那麼喜歡他 當然我說是100分 對不起 因為我一定要講到那個黃國昌 剛剛這個又真的講狂 狂 狂 黃國昌就是個狂字 比段一康還狂 段一康那個三顆曲棍球 我不吞就是不吞 已經夠狂了 你知道黃國昌是學法的 一路違法到現在 我舉太多例子了 中研院當研究員的時候 有沒有請假去太陽花 有 沒有請假 完全沒有請假 他有去但沒有請假 他有去太陽花 對 我這個就是第二問題 去請問一下公務員 去佔領公家機關有沒有違法 是不是違法 剛剛各位提到那個 因為玉石所以被罰100萬 對不起他不是第一次了 我等一下我想問洪威 他有割欄委行動各位記得嗎 我們中選會規定 只要是罷免委員 是不可以宣傳的 他就宣傳 就被罰60萬 結果被台北市選委會 結果我們那時候 我們的中選會 中選會的主委劉翼之後說 個人認為可不罰 我不曉得後來罰了沒有 你知道他視法力為無誤 一路我就不守法 讓你是怎樣 就是狂 問題是現在你看這樣的人 紅成這樣 你說台灣還有什麼天理 對不對 我覺得真的沒有什麼道理 所以我們台灣 如果繼續培養這樣的人 當立委 立法委員本身帶頭違法 你也拿他沒責 那怎麼辦 我們現在已經 進入無政府狀態了 他們就是政府 我要問一下俊哥 因為俊哥當過軍人 如果碰到這樣子的國防部長 我們先補充一下 當這個呂玉玲第二次問 逢世寬的時候 我再問你一次 你幫自己打幾分 他還是堅持 很堅定的說100分 理由是什麼 他說我要這樣有自信 我的部隊才會越來越好 你覺得有這樣的部長 以你當過軍人的角度 來思考一下 有這樣的部長 軍隊有可能越來越好嗎 如果把剛剛那幾個事件 都把它排除在外 前一陣子 才不久前才剛颱風過去 我們空軍的單位 為了沒有飯吃的這件事情 吃罐頭 還是鬧上了一個新聞 所以 部長他當然有他自己的想法 他後來有解釋說 他其實是給國軍打100分 不是為他自己 但我們在立起淘金 多業障重還是怎樣 人家就問問說 你對你自己的分數 我們在立法院跑那麼久 事實上陳如剛剛委員所說的 我真的還沒有看過部長 敢幫自己打分數的 更不要說打100分 自己100分 所以我真的必須看 就是有時候我們講說冰髓降轉 什麼叫冰髓降轉 就是說當一個領頭者 他夠強的時候 事實上他的部署就會知道說 我該怎麼樣去處理 面對一個問題 這個牆有的時候要看的是部長 或者是他的長官 有沒有這個肩膀 當長官有肩膀的時候 我覺得部署會願意做事情 可是現在國安部面對到的問題 除了他之前不斷的出錯 或者是出包或者犯錯之外 他其實面臨的一個狀況 是士氣上面的低迷 你看任何一個新聞都會讓國防部 或者讓軍心產生浮動 比如說前一陣子就講說 蔡英文上台之後又要再裁軍 國防部裡面內部也講說 奇怪 怎麼上來又要裁軍 後來又講說沒有… 大家又搞錯了 所以其實國防部現在 我們自己很多的接觸的人 他現在的問題在於 他的軍心的浮動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 對於所謂的退府基金的 這樣一個制度 接下來到底要怎麼改革 現在軍中也有人 像我們看看那一天93 那一天上軍頭 上那個街頭的時候 很多的退役軍人 你真的以為 裡面沒有現役軍人嗎 我不敢講一定有 但是我實在 我很難說服我自己說沒有 因為我們認識很多人 但至少有現役軍人是想上去 這些人他想表達什麼 他對於政府的一個不確定感 也就是說我不知道 我的未來該怎麼辦 所以你說有沒有軍方 內部有人在談論說 我們是不是 如果今天真的被你改革完 我就拿不到 拿不到 我要不要乾脆直接就退 這些其實都會讓整個的軍心 產生很大的浮動 包含到說前一陣子 不斷的出事 我們的部長 所做的一些處置的方式 包含到小白的那件事情上面 小白的那件事情上面 我們看到了 居然叫阿兵哥 還有這些對職官 去跟動保人士去道歉 真的荒槍走板的地方 其實我講實話 國軍的裝備 是我們覺得應該要檢討的 也就是說你老舊的設備 會不會產生他的軍事 軍力上面的一個問題 我覺得這個可以被討論 可是整體軍心的浮動 到今天部長有本事 站在那邊講說 我給我自己打100分 因為我如果不給我自己打100分 別人不知道該怎麼辦 你真的搞錯方向 你知道嗎 軍心跟軍力的建立 不是在你部長自我認為說 我是一個100分的部長 你真的有本事 不要在那邊問 坐在下面那些官員 等路上坐個街頭 擺正懷疑那些官員 是不小心點頭了一下 還是錯愕當中 我幹嘛 精神不好 動了一下被解讀 說是 你真的有本事 你到部隊去走一趟 你好好去了解一下 以前在部隊的時候 說真的有些長官 還是會找一些 自己信任的人 所以去了解一下 就說現在人家 對我評價是怎麼樣 但是真的冯部長能夠 講自己是100分的這件事 我真的除了狂這個字之外 我還不知道該怎麼去形容他 你知道嗎 所以我說就是狂 其實呂玉琳 後來又問了一個問題 剛剛俊哥有提到 說這個軍隊當中 最怕就是軍心浮動 所以他問說 部長 說在救災的時候 你們有這個阿兵哥 吃白飯配罐頭 你怎麼看這個事情 好 如果是一個 有肩膀的部長心疼 我們好好 以後面對這個東西 我們好好改善 但是逢事官說什麼 他說何必介紹小事情 而且還提高音量說 難道其他救災官兵 通通沒飯吃嗎 他是這麼回答呂玉琳的 這是一個100分的部長嗎 這個我要來作證 我在立法院13年 真的看過不少的委員質詢 還有官員被詢的狀況 問到分 其實這一題是基本題 很多委員 他是有標準回答的 標準答案的 對 這種題目 事實上不應該出錯 不應該出錯 沒想到我們的大鵬哥 大鵬哥竟然回答了說 他是滿分 這個事情 就會讓人匪夷所思 為什麼 因為假設你是100分 那你怎麼去解釋 你之前犯的 不管是雄三物色 或者是戰車翻覆 小白虐狗等等 自己講錯話 失言 對 所以你怎麼去圓這個事情 所以我說真的 其實簡單講 我認為逢事官 這一次達100分 其實就是失言 只是他不願意去承認 再一次失言 對 所以是為了信心什麼 其實我覺得 大家記得 那個什麼 他失言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包含他曾經還說什麼 還透露軍機 還把什麼 國軍送4萬枚炮彈到太平島 還講錯地方 是東沙不是太平 對 還講錯 結果當時那個什麼 熊山這個物色的事件 他去慰問那個家屬 他還在現場說什麼 他說他竟然跟家屬說 感謝上帝 只是命中的漁船 這個事情你怎麼讓家屬情何以堪 對不對 你去慰問家屬 怎麼會是感謝上帝 所以說我個人認為 事實上就是失言 可是失言 他又不願意把他承認 所以我覺得 大鵬部長這一次恐怕 要再想想 未來怎麼應對立委的質詢 我簡單做一個 我突然想到 以前有一部電影叫 臥虎長龍 他說什麼 他有一句名言 他說當你握緊雙手 裡面什麼都沒有 當你打開雙手 世界都要在你手中 我要說什麼 如果你是100分 你就沒有進步的空間 所以要虛心 所以我們這個大部分 謙虛一點 沒有鮮卑的部長 對 這個狂妄的部長 肯定未來沒有進步的空間 他沒有虛心那是心虛 一個還是我們可以解讀成說 他做到這樣 對他來說已經是100分了 所以你知道嗎 就是 就個人來說 對… 就不會再更爛了 或是更爛下去 我們再往下扣 而且我覺得如果 林全回去問他 因為他說 馮部長你100分 那我民調我剩30幾分 我就要靠你了 內閣就靠你了 你還當部長好了嗎 這是什麼太多 天天他是內閣當中 被網友點名最多要下 對 從什麼八寶到四寶到三寶 馮世寬都是前幾名 他是百分之百 大家希望他下台那是100分 所以他是名副其實的寶對不對 而且剛剛我們在講說 沒有錯 立委要質詢官員的時候 一定都要先做好功課 先準備題目 問說你是幾分 其實這是滿一般的標準題 就像剛剛子澤講的 我想洪威也是 我們在市議會裡面 在質詢的時候 也大概知道說 像這樣的一個題目 也沒有什麼很了不起 可是你看今天 各台都播出這一段 為什麼 因為一聽 博士快說自己是100分 這個就是新聞了 不是嗎 太狂了 本來在議會的質詢裡面 這個等於是送分題 對 因為這個就是撒排團員 一定大部分都講說 不好意思給自己打分數 或者委員 你幫我打分數 一定是這樣子 稀裡呼呼就過來 但是今天沒想到 他這個送分題 突然他真的也送給旅林委員 一個很大的一個曝光的機會 因為你實在是突然100分 底下就好棒棒 大家都說你太棒了 所以你怎麼會有這樣的答案 你覺得他是失言嗎 我覺得這是他的心態 我覺得你看今天的一個答詢 你就可以知道 我們現在這個內閣 跟我們的民意 跟我們社會大眾的觀感 脫節到一個什麼樣的程度 剛剛講說逢世寬 那個江委員 那時候他在公民黨黨團裡面 做了在他們滿100天的時候 做了一個就是在網友 就點名最應該要下台的 逢世寬就是其中之一 你隨便你做啦 大家都覺得逢世寬 是最不適任的閣員之一 對不對 是第一名 他是第一名 對啊 第一名 最不適任的閣員 大家都認為你是 最不適任的閣員 第一名 就他說我100分 我們有什麼問題 有問題是你們媒體 你們沒事小提大做什麼 對不對 包含這個阿兵哥說 我去救災 我只能白飯配罐頭 你們在囉嗦什麼 每個人都有飯吃嗎 你有飯吃就了不起了 對不對 他就是這個心態 他覺得他沒有什麼錯 所以當你解決了 兇三飛彈 怎麼會發生這樣的問題 他認為這不是問題 這都是你們製造出來的 很多的名嘴媒體 謠言惑眾 我明明都做得很好 然後你們說我做得不好 所以這就是現在內閣 最大的問題 對 這已經不是社會 是你自我感覺 良好不良好問題 是當大家都覺得 你做得不對不好 但是他們現在所有對外的機制 假裝好像我們在檢討 好 我們要改善 什麼等等之類 可是他的心態事實上 是根本就覺得 你們就是雞蛋裡挑骨頭 找我麻煩 對 真的是找我麻煩 你看他的回答那個心態 對 我認為就是說 如果假使林權跟蔡英文假設 逢世關在今天被答詢之前 蔡英文曾經非常嚴肅的跟他講 你這個國防一定要搞得好 現在你看大家都對你 是群情激憤了 我們現在整個的民調 我們政府的市政 都施展不開來 如果林權也曾經非常嚴肅 謹慎的告訴他這件事情 我們拜託 我們隔夜 大家通通皮繃緊一點 你覺得今天逢世關 會有這種說法嗎 也不可能 我不認為 他也不敢這麼說 我不認為 除非你真的跑代了 你其實完全不曉得 就是你長官如果不把他當回事 你的隔夜今天才會說 這麼荒腔走板的話 所以我真的 我今天看到這個 當然也許你可以當成一個 笑話一則 八卦一則 但是我覺得他今天凸顯的是 整個我們內閣跟政府的心態 那個心態我認為真的太可怕 距離我們的民心真的太遙遠 是 好 我們休息回禁廣告 我們馬上回來會繼續討論 歡迎您繼續回到大政治大爆掛 在剛才我們聊到了 就是國防部的 國民黨的立法委員呂育林 你看我真的是生氣了 因為他質詢國防部長 逢世寬的時候 逢世寬居然可以給自己打100分 而且不是只問一遍 後來又再問了 問到他到底是給自己滿意 是打幾分 他還是講100分 我想這個佑鎮 我們其實以前也是跑過立法院 真的是史無前例 因為聽到說 從來沒看過 對 因為在今天 立法院的外交國防委員會 好 業務報告什麼東西 通通結束了 結束了之後 居然有一個橋段發生了 讓在場所有採訪的媒體記者 通通都傻眼了 也是史無前例 是 怎麼回事 來 我們看一下 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某國防部的官員 他反正就坐在台下 所以應該是 不曉得算不算是在拍馬屁 拍長官的馬屁 就是 太帥了 他說給委員鼓勵一下好不好 然後就大家怎麼樣 拍手了 好 再問第二句 他說再給部長鼓勵一下好不好 然後大家又拍手了 這個情況真的是讓大家 非常的傻眼 謝謝大家配合演出 我們就是馬屁精怎麼樣 這個馬屁精還很精心的鋪陳 他沒有直接跟部長鼓掌 他先給委員鼓勵 這個部長鼓掌 他鋪陳很堅固 師陳 我跟你講 我覺得 不是他精心鋪陳 是部長在來之前告訴你說 等我結束以後 幫大家鼓勵一下 不只要拍我的馬屁 還要懂得拍立委的馬屁 來 委員 然後羅志正是 說部長辛苦了 這個官員比部長還狂 他這一點半左右結束 大概我待到差不多一點左右 因為我到另外一個委員會 據我的瞭解我離開的時候 大概現場只剩下一兩位委員 因為那是最後一個質詢 所以頂多剩下最後的質詢 跟羅招委而已 所以他所謂的給委員鼓勵一下 應該就是給剩下的人招委 跟頂多一個委員在那邊而已 一個或兩個 我覺得基本上應該是要拍馬屁吧 應該是直接就是 直接就是 這個馬屁文化已經從部長以下 幾乎都被感染了 是啊 我們過去不會這樣 我上一個會期 當了一個會期的招委 怎麼沒有人替我鼓勵一下 因為你顏色不對 對啊 你又不只政黨 所以這個據傳 這個好像是部長這個 政務辦公室的人 政務辦公室的人 對 的官員 起來講說 這個就給委員鼓勵一下 給部長鼓勵 鼓掌一下 其實這個 當然如果說 有什麼樣特殊的事蹟之類的 有 給自己打100分 當然 當然特殊事蹟 所以如果沒有的話 只是突來這樣一個動作 在委員會裡面是不會發生 是 指責你在立法院待很久 你們看過 上梁很狂 下梁更狂 這真的太有趣了 不過我必須要說 民進黨執政 這個是有利可循的 大家還記得嗎 以前陳水扁當總統的時候 他到國軍部隊去巡視 被叫做什麼 巧克力 你是我的巧克力 你是我的大帥哥 是不是也是一樣馬屁文化 所以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 就國民黨執政跟民進黨執政 這種執政的政黨文化 是不大一樣的 甚至在影響的國軍 帶兵 是怎麼樣形塑 一種文化出來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我說真的 立法院是國會殿堂 怎麼會搞得跟演唱會一樣 來賓請掌聲鼓勵鼓勵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太離譜 太扯了 就算要拍馬屁 也不是這種拍法 這一種馬屁的手法相當的拙劣 我覺得很不可取 我把英文名字改一下 因為國防部長英文名叫 Secretary of Defense 對不對 有改名叫 Secretary of Disgusting 對啊 噁心部長 對啊 這是受不了 部長 不是部長 委員幹不幹不幹不幹 幹不幹不幹 他應該是那個 他辦公室的主任這樣起來 部長辦公室的主任 對 部主心切 這真的就是拍馬屁 這應該是C好的吧 我很好奇行政院長林全 看到這一段會是怎麼樣 現在民調不是已經夠低了嗎 下次院長質詢的時候 下次我的公開行程 你跟我比招辦理 離開的時候 記得找 叫大家幫我鼓勵一下 跟院長鼓勵一下好不好 都質詢的時候 以後立法院要放那個罐頭音樂 對 現在就只剩下自我安慰了 是 任俊你真的看的是 俊哥那個苦笑你知道嗎 大哥俊哥看在行程中 你知道內閣公布的時候 很多人就去問林全說 你對於馮世寬接部長這件事情 你的看法是什麼 因為一般認為說 國防 外交跟兩岸 這個是總統的職權 結果林全那時候回答了一個說 他是當大家想不到的一個部長 那真的是 想不到 我真的想不到 想不到 想不到 我如果再回來看 就是這一段時間內閣的表現 因為事實上從上任百日之後 到今天為止 陸陸續續都有很多的民調出來 國防部長馮世寬 這樣的一個職務 跟他的角色 事實上在每一個被檢討的 就是名單裡面 他都不是排在最後 他幾乎都是被排在前面 就是每一次 光布一出事之後 包含他的整個處置的方式 包含到他很多的這個言行 更不要講說雄三飛彈那個時候 光布講說部長都已經知道了 但問題是他在知道的過程當中 他沒有去關心到底這個飛彈 打到什麼地方去了 也沒有去趕快找人去了解一下 說左營你到底發生什麼事 他跑去接見 這樣他接見的行程 所以這些你都不論的時候 今天一個部長在那裡 告訴大家講說 我覺得我是100分 你想透露什麼訊息 第一個就是說 是你外界誤解我了 其實我做得很好 第二個就是說 你們不要再罵我了 其實我是100分 可是我更好奇的是說 接下來林權或者是我們的總統 你怎麼去看待一個 這樣的一個爭議性的部長 他當著他那邊講說 我是100分的 前來部會組長不知道 他現在跳起來死了 我就不去幫忙這樣 你就說你100 你說下次人家質詢我了 說250 馮部長都100 我不知道 日政見 我覺得最委屈 最委屈都被換掉的同證員 你100分 同證員沒有100有90 好 等一下回來我們繼續聊 馬上回到大戰志大爆掛 歡迎您繼續回到大戰志大爆掛 我們繼續來聊的是三狂的 另外還有一狂 除了馮世寬部長 還有剛才講到的黃國昌之外 還有一個人沒講到 他叫做蔡丁貴 大家認得他吧 自由台灣黨主席蔡丁貴 他是自己領18% 卻又罵18% 但是他又覺得他自己領得 是非常有道理 然後他怎麼講 他說18%是一個 不公不義的制度 不領也是被 中國國民黨政府亂花 我領了以後 可以替人民主張去街頭抗爭 把流亡政府推翻 大家知道嗎 他可以領多少 大約一個月8萬多元 台大教授退休 很多人8萬多元 恐怕一聽都覺得好羨慕 可以領到這麼多的錢 可是他是一邊罵一邊領 好 宏威 這個自己講的 還說出了一番道理 他覺得他領這個是理直氣壯 對啊 他領得很理直氣壯 就是臉皮有夠厚就可以了 對不對 其實在綠營裡面 像他這樣的人很多 你不要以為只有蔡丁貴 因為那時候在講說這18% 令營的很多高官 也都有領過18% 陳詩默 對 什麼陳詩默 吳榮毅 對 就是吳榮毅 當過行政院的副院長 當時來講說 你們一天到晚罵18% 然後你還領18% 吳榮毅就說 要 我要領 我要領 我才能改革18% 他們可以講這種話 而且應該到現在還在領 就是說你這種人 你有沒有羞恥心 我意思就是說這個制度 如果依法 你可以領 我覺得我這個沒有意見 但是你一天到晚罵 領18%的人是國家的米蟲 是貪婪的 然後是造成我們下一代 非常不公平 然後你自己領 然後我領 他領18%他是改革者 那其他不是領18%的人 對不起 其他領18%的人 就是那種國家的米蟲 有這種道理嗎 所有的話 就等於說 所有的好處他都要占盡 所以我認為他這樣講 其實我也沒有什麼意外 你要領的話 臉皮厚就可以這樣講 臉皮厚 你不覺得這臉皮實在太厚嗎 你還好意思罵人家18% 你自己就在領18% 而且領得很多 對不對 你是台大教授 領了三年 你到底有沒有羞恥心 是啊 一年就百萬元 而且其實你要看 蔡定貴這樣的說法 她意思就是說 我領叫做研究 我要去研究18% 哪裡不合理 我才有辦法改 我研究了三年 所以現在開始我要改革了 但你們領 就叫不公不義 但其實也不要怪蔡定貴 你記得嗎 蔡定貴現在說 蔡定貴現在說 我不領我就沒有辦法上街頭 我不領我就有法改革 蔡總統你這樣說嗎 我不領我怎麼做公益 是不是 什麼歪理 對不對 你現在講到底 來看一下這什麼 他長期致力於台獨 事實上他以前也是互扁大將 我今天要來之前 我還Google了一下 這個蔡定貴 你看他這個人 這個醫生要捍衛台獨 結果事實上 他曾經有美國綠卡 因為他在美國讀書 後來也取得美國國籍 他什麼時候才放棄了 是2002年阿扁邀請他內閣 他才放棄他的國籍 就是說這樣 他已經不是只有綠卡 是有美國公民 在這個網路上寫的是美國國籍 那就是公民 對 所以說我的意思說 你一方面又要倡導台獨 一方面你又有美國國籍 那你到底要我們相信什麼 說到這個 他領這個18%的問題 我一直以為蔡應該是13 有個名字叫蔡一三 現在原來蔡應該叫18 為什麼 因為他領了18% 蔡英文 蔡總統也領18% 對 蔡一八 所以這應該 結果搞了變成蔡一八 一個我記得 如果沒記錯的話 蔡英文當時也是領18% 罵18% 他當時領得好像是6萬多塊 蔡英文當然領得比較多 有更多 8萬多塊 我要說的是 這個其實因為蔡英文 他們這個團體或組織 在立法院長期埋鍋造反 有經過的都曉得 在旁邊搭個帳篷什麼 其實我說真的 我常經過還心生憐憫 滿辛苦的 我覺得很可憐什麼 對 有時候我甚至還想說 都是年紀比較長長輩 是不是捐點物資還什麼 可是後來今天這個新聞 沒想到他一個月領8萬多塊 這個說得過去嗎 我覺得這個什麼 就是說你既然要領這個錢 你要罵這個錢 我想這個人民是沒有辦法接受的 的確 我們歡迎華幹 幹哥加入我們討論 我跟你講民進黨他們的 反正他們所有一切的做事的原則就是 我可以這樣子做 為什麼 我一定有我的中心思想 跟信仰價值 我特別特別把他在那個 電台裡面的專訪 再三讀一遍 那個主持人也不只一次問他 你怎麼好意思領 明明不公不義 你為什麼還要去領 對 他就一直強調 我領了以後你知道我幹嘛嗎 我不是領 去爽的 我領了以後 重新再把他通通投入到社會運動 我到現在 我六七歲 我還在做你知道嗎 他現在還在衝 他說只要 現在有這個不公不義的事情 他還會再上街頭去衝 不要再假了 蔡教授 我跟你講 民進黨上台之後 你人早就不見了 到現在為止 居住正義 破千的那些 很多住戶的問題 北中南都有 有沒有看到你蔡林貴去 以前招藥房的事情 你所有的場合他無意不語 現在他人跑到哪邊去了 所以請問你領這18%的研究 研究也好 或正當性在哪裡 我們一直想要知道 所以你說一個月8萬多塊 8萬多塊 說句實在話 對一個退休人員而言 真的 他可以不支 他都不用做任何的工作 很好過了 非常的好過 而且你已經領了三年 我只能這樣講 領了三年你還恬不知恥 還敢上節目 你應該是躲起來說 不好 這個題目對我自己個人 是切身的 為什麼 因為只要是你切身的問題 你就會 迴避一下 迴避 閉嘴 吃人嘴軟 吃政府你嘴都不好罵對不對 沒關係 現在民進黨執政 是民進黨政府給我18% 我是更拿的 收之有理了 收之無愧了 這就是他們在從事社會運動的 所謂的最早年的一群獨派分子 他們的價值觀念 所以只要是 我覺得我是對的 我都可以這樣做 其實是這樣子嗎 你說現在還有在領18% 這些軍公教 是不是他們都是有罪的 而你是沒罪的 剛剛那個指責還提到 吳榮毅前行政院副院長 副院長對不對 吳榮毅我在大概十年前 曾經專訪過他 我現在可以算算 現在他已經領了幾年了 真的是不敢想像 有沒有出來 對於自己領18% 講過一句話 都沒有 所以你就曉得說 這一些還在野的時候的人 所講的話 跟自己執政了以後 所講的話 完全是兩套標準 兩回事 那個吃相都讓我們一覽無遺 真是難看 剛剛跟我想問一下 你說你今天看了他的專訪 他說他以前拿的是 中華民國政府的錢 因為怕國民黨拿去做壞事 對… 現在換民進黨執政 你拿的是民進黨的錢 那你當然就不能拿 他有沒有說他要放棄 他有說他馬上開始就放棄 沒有… 他完全沒有說要放棄 他說我還是要拿這18% 這樣不是國民黨的錢 他是民進黨的錢 主持…你問得很好 這個電台的主持人 就是沒有問破他 你現在要放棄嗎 你現在就不要了 沒有問這種問題你知道嗎 他要繼續研究就對了 你問的 宥正你問得很好 我也很急 為什麼主持人不直接問他說 現在當著我們在空中的面 跟所有的聽眾講說 你就放棄這18% 因為你認為這是不公不義的 對不對 國民黨是不公不義 那民進黨不是 那你就不該領了 所以說這個問題他始終迴避 也沒有正面去回答 也沒有挑出這個 代表什麼 代表蔡定貴 他還是要繼續領這18% 他一定會領的 他一定要領這個爽退 他還要繼續研究 還要怎麼樣去修改18% 不管民進黨執政多久 我跟你講執政越久 就都是他的福利 是 真不錯 所以包括 除了我們剛剛講蔡定貴 還有黃國昌 好像這個 好像幹哥又講到之前的 太陽花學運了 那時候學運的那些 那些 王氏不要再提 太陽花四人幫 那裡面包括像Freddy 林長佐等等 這些人其實怎麼好像爭議 都特別的多 可是 是不是都有換了位子 換了腦袋的情況發生 幹哥你要不要補充一下 我深深覺得 就是說 我不談論我個人 我個人所經歷過的 遭受過的 我覺得我不在節目裡面談 有一天我自然會 我們開一個 揭秘 對 揭秘大會的時候 我就會拿出來講 今天不管是黃國昌 林非凡 尤其是陳薇廷 你想想看 現在他們都有那種前科 就是說兵都沒有好好去當 林非凡甚至在當替代役的時候 還可以在新竹市 幫候選人服選 你去想想看說 這些人散兵散成這樣 我們以前根本就不敢 你知道嗎 就是說服兵役是你天經地義的義務 結果你現在你們當兵的時候 想盡辦法 我不要當 陳薇廷也是一樣 黃國昌也是一樣 這些人 他們在當兵的時候 他們都要想 我怎麼樣 能夠不要真正當這個兵 我要能夠離開這個 最苦 最難的工作 只要當了兵的話 他就要想辦法 要抽身出去當替代役 甚至可以免疫 就是說你看到這些太陽花的這些 這些核心分子 就是主腦分子 都是像這樣的人 那我問你 如果說你連你應該 進的國民陰境的義務 你都不願意去付的話 你憑什麼成為一個社會運動的 一個街頭領導者 為什麼 你該進的義務 我今天講難聽一點 就我舉個人 我自己的例子來講好了 我們在服兵役的時候 最艱苦的工作我都做過了 為什麼 我們在當新兵的時候 挑水 挑糞 挑水泥 我們都幹過了 我在最艱苦的外島 你林飛凡 你陳薇婷 你們有沒有 不要說外島 你新兵隊都沒有幹過 新兵隊怎麼抄的 你知不知道 你連抄都沒有抄過 你只有一張嘴巴 在台灣國護照上面 貼上你的貼紙 你就變成了台灣國了嗎 你是這樣子 在誤導我們老百姓嗎 現在好了 小英還說這個 什麼選舉的年齡 可以往下降 我就真的覺得 有了時代力量加小英 這國家我跟你講 你如果說 都是像他們這樣子的人 在領導我們台灣的話 將來會變成什麼樣子 我真的深深覺得 太陽花給所有的社會大眾 最不好 最不公 最不義的示範 這些人將來都一定會得到 他們在什麼 他們在他們自己政治生涯之中 最大的一個滑鐵路 不是 我跟你講 如果依照這個 蔡丁貴的邏輯 要領18%才能改18% 現在蔡英文 你說要改革國軍是不是 要讓國軍更好是不是 來 把這些閃兵立委 我未來的政治明星 全部送軍當兵 你沒有當兵 怎麼知道國軍有什麼問題 是不是 子責 要不要評論一下 你沒有當兵 怎麼會知道國軍有什麼問題 趕快把兵當完了 再來跟我談國軍榮耀 是不是這樣 我不曉得他們還可不可以補當 如果可以的話 可以 還沒有45歲對不對 或者說自願去受訓一下 我是覺得這樣子 就是說政治人物 或說你從事社會運動 或公民運動 就是說你的價值 跟你的實際作為 你不能是兩套 如果是兩套的話 你最後一定會被人家看破手腳 我想不管是黃國昌 或剛剛這幾個 剛剛只有講逃避兵役的 還有一些毛手毛腳的 是不是 對 我們都還客氣 沒有再繼續談 我意思說現在 事實上黃國昌 現在也進入了立法院 他已經進入體制以內 林昌作也是 對啊 林昌作也是 所以說這些人進去體制以內以後 他們的做法 是不是又跟以前不一樣 而且我覺得 他們現在也慢慢的在轉彎 甚至有這個很明顯的情勢 所以我覺得未來 我們正值得觀察 就是說他們到底 當時所設立的價值 所打拚的價值 跟現在的 在立法院的行為 到底一不一致 所以這也要說國軍改革也只有 江委員最有資格 最有感 對不對 特戰部隊出來的 我們96年還保護過台灣 是不是 台海危機有時候 台海危機有在進門 我們兩個去當兵 不然談什麼這些 不過我要講的是說 其實這個蔡教授這樣的作為 只是告訴大家說 你們如果要018% 只要上街頭就可以了 你們都還一直在街頭對不對 然後罵18% 那就可以018% 這個邏輯就變成這樣子了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用意識形態 來做這些實際的政治作為的時候 你到最後 你一定會陷入一個雙重標準 這個雙重標準底下就會找一堆 後來我們覺得很荒謬的理由 來致遠其說 其實不光是蔡登貴這個個案 我們已經看到陸續 很多這樣子的案例出來 就是原本你在衝撞體制的時候 你在罵這個體制的時候 你講的天花亂罪 然後進到體制內的時候 糟糕發覺 行不通 行不通的 所以剛剛比如說罰黃國昌 兩百萬的事情 我在想 如果今天還是國民黨執政的話 他會講那一句話說 我這個是小黨 他說是政治迫害 對 可能講的話 就回到意識形態那一段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台灣目前 政治人物上面 真的是 也會讓人民看破手腳的地方 我們也希望說人民能夠 對於這樣子的一種 前後不一的政治行為的政治人物 應該要給予譴責 甚至以後用選票來制裁 否則台灣的政治 永遠沒辦法回歸到 實際的這些政治的檢驗上面 而變成最後都是口水意識形態 這個是我們最不一定看到的 我補充一句話就好 如果今天問蔡定位說 請問18%的制度 你給幾分 他的答案已經說100分 好 但話說回來 我們覺得滿好奇的 就是這個現在看到 民進黨的新潮流系 只要一有機會 就來批時代力量 是不是這樣子 大綠跟小綠不是應該合作嗎 對啊 尤其像段儀康 段儀康光是在今年 1月 2月 4月 甚至到剛才我們也談到了 就是在最新的這個臉書上面 都是在批什麼 都是在批時代力量 甚至是在暗罵 時代力量的黃國昌 然後還特別把他 比為飛天螳螂 來講成收割黨 專門是來割到尾 這點就讓人覺得奇怪 又是我記得那時候 他們不是都是一口同聲的 是在反壟斷 反壟斷 然後感覺好像是理念很合的 這個理念到底是不是 有什麼政治的目的 但是就是說 最近大綠小綠從選前 就是我們說總統大選選前 開始大家彼此合作 你讓我 我讓你 其實一直到 蔡英文當了總統 一直到大家進了立法院 甚至到後來 在內閣當中的 你知道分官 分絕 你會看到好像小綠 常常被解讀是在 扯大綠的後腿 當然大綠會覺得說 奇怪 你這樣扯我後腿 你想幹嘛 尤其剛剛運氣講得很清楚 最常開戰的兩個人 叫做段憶康 叫做黃國昌 一個新潮流 民黨現在最大勢力 算是小英的新衛軍 一個叫做時代力量 小綠 他現在算是崛起最快 努力朝深綠靠攏的一群人 這議員 這兩群人是在選票 在什麼政治利益上有所衝突 所以現在互相咬來咬去嗎 這完全是意料中的事 事實上這個 整個時代力量的崛起 其實當時代力量 有五席可以進入立法院的時候 另外台聯就泡沫化了 他等於說吸納那個 比較老的台獨力量 整個的變成一股 他們比較欣欣勢力進去 而我覺得蔡英文跟民進黨 當時也是在利用 利用時代力量 這股力量來奪權 要奪得政權 其實這個某一個程度 非常類似就是民進黨 蔡英文在選前的時候 利用這些社會團體的力量 來採用奪權 結果現在被這股力量來反噬 像包含反破千運動 非常多像包含電業法 也有很多人都在質疑說 你們現在民進黨 是不是在搞電業的財團化等等 結果民進黨就說 我們現在要跟這些社會團體 公民團體要劃其界限 問題是說當你奪權之後 在真的政治的資源 政治的版圖裡面 因為你們實在太接近了 所以你就可以發現 有非常多的這個 像段一康去酸黃國昌 然後黃國昌針對民進黨的 一些法案 他又提出一些不一樣 因為他們各自要去抓緊 自己的選民 我剛才還在跟仁俊講 我說其實時代力量 他們募款能力非常強 因為有很多這種 一生畢生自業 就是要來搞台獨的 那就把寄希望於時代力量 這些人 大家記不記得顧快民 本來要把他那個基金會 把他那個智庫 他本來是要想捐給時代力量 你可以想想看 有顧款公安民這種大金主 那還得了對不對 所以他不需要喊窮 可是他馬上面臨一個 什麼樣的狀況 2018馬上就到了 至少我們在台北市的部分 我們就聽到了 就是時代力量起碼一區 他起碼要提他 一席到兩席 他要搶位置了 因為時代力量 其實真的非常有錢 他現在各地方 縣市都有地方黨部 他們就開始就說 他也要有他的小草 所以我們就在開玩笑說 假使2018以市議員來說 假如說各區時代力量 都有提出他們的候選人 最緊張的請問你 緊張的會是國民黨的候選人嗎 民進黨的嗎 會是嗎 因為我們大家 道不同不相為謀 可是問題是 他就直接會衝擊到 民進黨市議員候選人 他們的選票 現有席次就會衝擊到 這個還是2018 然後我想大家都會想到 2014呢 2014你先想想看 黃國昌是誰禮讓你的 是民進黨禮讓你的 林曹佐你當立委 是誰禮讓你 也是民進黨禮讓你的 那到了2020的時候 大家要怎麼樣來分這一筆帳 所以我覺得 這根本就是提前開戰 所以我個人覺得 是一點都不意外 但是我覺得政治人物 必須要被檢驗 我們剛剛講到就是說 你搞台獨的 會發現 你不是有雙重國籍 然後就是你根本沒有當兵的 然後反服貌的這些人 你的家人都在大陸 所以你家人可以在大陸做生意 結果我們這些中小企業服務業 不能夠去大陸 因為你反服貌 就是完全的兩面人 所以我覺得 經過這樣的一些洗禮也好 讓所有的選民看清楚 這些政治人物的嘴臉 兩面人說一套做一套 是 所以繞來繞去 其實一切都是為了選票對不對 尤其是民進黨裡面 要爭取年輕族群的選票 跟時代力量 他們所爭取的那些訴諸的那些選民們 是非常重疊的對不對 仁俊 其實時代力量很清楚 就是說陳如剛剛洪威傑講的 就是說在當時的選舉 2016的選舉裡面 如果不是因為民進黨的離浪的話 他很難凝聚這麼多的一個選票 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你就可以理解 為什麼他在選後 要在各個地方去插旗 因為他必須要趕快凝聚他的部分 關於跟時代力量合作這個事情 事實上在民進黨內部 是一直有一些爭議 所以有一些爭議就是說 蔡英文那個時候 因為他要先求 總統的選票極大化 所以他願意在某些的 這個條件上面讓步 因為他知道總統這些人 只會來聽我而已 所以對於那些人提出的一些條件 包含選區上面什麼 他其實蔡英文做了一些努力 希望黨內能夠配合 可是這個配合回到黨內裡面 因為民進黨他是一個 從地方往中央打的一個概念 我如果地方沒有實力 我要進中央根本不可能 所以當你要求你的這個派系 或下面的地方的人 能夠配合去禮讓人家的時候 事實上這些人他有意見 他會有一個意見存在 他可能就OK 你告訴我以大局為重 我暫時吞輪下來 可是當民進黨發現到說 時代力量沒有那麼單純 你不要跟我講我是小綠 我要走我自己的路 剛剛大家都在講段儀康 在臉書上面酸 我回憶一下陳菊呢 陳菊算是一方之霸了吧 陳菊在民進黨中 他通常會開會的時候 他是怎麼講 他說他光要搞那個旗山大溝頂 還有這個前陣的 拉瓦克部落的時候 時代力量怎麼一直跑來這邊 導彈 一直在那邊跟地方結合在一起 搞得他拆遷有困難 陳菊也算是難罷天了 陳菊問這個問題 你沒辦法自己解決南部的問題 你要跑到黨中央裡面來說 時代力量連難罷天都敢動 你覺得他要講給誰聽 他講給黨中央聽 所以現在大家看起來 就是說所謂的大力小力 我講實話 時代力量 他不認為自己是小綠 他就要走自己的路 我跟你走什麼 這個力量挺大的 因為讓菊姐都有壓力 他已經不覺得自己是 我是依附在你的下面 他從以前到現在就不是 所以他就是為了一個選舉 就是大家要互相得利的狀態之下 產生一個暫時的合作性的關係 所以如果你從這個地方 再進來看的時候 其實我們為什麼講說 從法的進來看 比如說這些制定法的人 可是他自己願不願意遵守法 因為剛剛來賓提到說 那個護照貼紙的這個事情 你講說時代力量 當時很多人講說 護照可以貼貼紙 但是 對不起 不是 你可以貼 但是如果你在國外出問題的時候 該怎麼辦 你自己解決 但是你外交部 不可以禁止國人貼貼紙 外交部也覺得錯愕 不對 按照我的立場 我應該告訴大家不准亂搞 貼國外會出信的 會出的事情 所以你看外交部那時候 就出現一個很混亂的狀態 就是行政部門 告訴大家講說不行 你不可以亂貼 否則你很可能 在國外海關被打 立法部門在那邊講說 沒有 你們想貼就貼 你行政部門 怎麼可以阻止人家貼 貼是人家的自由 所以那時候還鬧出了一個荒謬 巨小說沒有 我上面有貼什麼 國外小女孩也貼了什麼貼紙 他很自豪 很驕傲什麼 可是我們今天回來看 就是說為什麼覺得 現在的一個政府 是一個混亂的狀態 民黨現在是完全執政 可是你有沒有辦法 做到完全負責 你現在幾個整個政務官的 整個的情況 包含到年金改革的部分 其實你說18%我講實話 18%這個東西 軍公教各個狀況都不一樣 可是你每一個 在講18%的時候 你永遠不提一個事情 叫做退休的生物人員 永遠不提那500多個 500多個2億 你又不提 你每天就把這個東西 帽子就灌在這些軍公教 告訴軍公教講說 你看就是你們做這些事 那些退的呢 那些一個月領11萬5的 他其中包含他的這個 18%優存有到3萬塊的那些 超過3萬塊3萬5的那些 政務人員那些退休的 你怎麼不提這一掛 所以我就講 就是說我們現在在看待 整體的狀態來講 你要講求公平正義 選擇性的公平正義 是不是公平正義 如果你用一個 你自己認為是一個正義的手段 但是你來做這件事情 卻犧牲了某部分的人的正義 你告訴我說這個叫做正義 我覺得很多人 沒有辦法理解跟接受 所以你才會看到一個 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說譬如說要講改革 大家都覺得應該改革 可是政府他永遠不告訴你 他永遠再到現在為止 都跟你講說 我就是要提起一個共識 這個共識就是我們要改革 那也很奇怪 所以才會出現 蔡丁貴這樣子一個說法 他講說沒有 我今天領了之後 而且我跟你講 我真的還滿好笑的 你知道嗎 我找了蔡丁貴的說法 我跟你講真的你要佩服他 他真的是始終如一 為什麼講他始終如一 你知道2014年8月的時候 人家就有問他18%的問題 他那時候就講說18%是我的權益 這是2014年 2015年的時候 人家又跑去問他了 這是11月2015年 你看隔了一年多 又跑去問他 他說我沒有必要為了親民來放棄 蔡丁貴在這個裡面 他倒是很堅持就這樣 沒有 該問你就是要理 可是我講實話 就是說當你自己認為 我自己這樣領 是為了我的正義存在 是我要執行正義 來批評你的不正義 這個有邏輯 可是你不覺得我們現在 某種程度上面 立法部門也在做這個事情嗎 我們應該告訴大家 來遵守法律 但是對不起 我自己第一個我不守法 第二個是我呼籲大家 你可以不要守法的 因為你如果對政府不滿意 是可以去衝去撞的 反正到最後行政部門 釋出一個善意講說 你來衝 本來要告了 算了 算了 我們不告了 你叫大家怎麼認為說 你這個政府會一體的告訴 講說我就是遵循政府 很難嘛 是 所以你不要說蔡丁貴 其實跟這幾個人 好像這樣聽起來 還滿像的 因為只會爭取自己的權益 而不盡自己該盡的義務 不是嗎 否則是不是應該去當兵 等一下回來繼續討論 好 歡迎回到大戰志大爆掛 我們繼續來聊一聊 這個年齡問題 不是什麼敏感的問題 剛剛我們在講到就是說 這個新潮流還有這個 時代力量 他們都會有所謂的利益衝突 因為都是要抓年輕選票 抓年輕選票很重要 所以是不是接下來 我們會看到下一步 是可能是什麼 就是投票年齡可能也會降低 現在講到這個年齡的話 就是我們今天才看到一個新聞 對不對 是結婚年齡說要調整 他就16歲要變成是18歲 這個是民進黨立法委員林靜儀 那麼他主張的說男女定結婚年齡 一律修成18歲 這樣子的話 公民權民法定結婚 一併考量修法 而且他還提到就是有參考到 日本的做法 好 我們先來請教一下洪威 洪威當然我們除了要講這個 結婚的年齡要更動 就是說他這個門檻一改 這個可能會牽動到的是投票的年齡 現在就是說 這樣子修改這種年齡有必要嗎 就是說在結婚的這個部分的話 是 其實我覺得如果民進黨的立委 是基於說想要推動 把我們的投票年齡 降低成18歲 然後要這種大動干戈 要修我們的民法 把女性結婚的法定年齡 要從16歲提高到18歲 我覺得覺得是莫名其妙 因為事實上現在國民黨的態度 也是支持把我們投票年齡 降成18歲 老實說其實我個人是贊成 因為你想想看 我們原來憲法規定這個 20歲才能投票 這個大概是六七十年前的規定 那個時候是一個民視未開 教育也沒有那麼普及 資訊也沒有那麼發達 所以時隔這麼多年 我們去做一個修法 我認為這個是合理的 好 但我今天看到這個新聞 我嚇一跳 我想同樣的理由 他說這個是昭和時代 所以這個法令已經過時了 那同樣的 就是說在那個時代 也是民視未開 也是資訊不發達 然後那個時候 男女之間鬧還不能見面 沒說最愛不能見面 現在是什麼時代了 結果說你說這個 試婚的法定年齡 一定要把它提高到18歲 有必要嗎 我個人覺得這個也是有點套 你這個不是整個開倒車嗎 所以我一直在想說 今天民進黨完全執政 大家對民進黨執政 蔡英偉說老百姓 為什麼要投票給你們 對 投票給你們是要解決問題 這個原來大家在社會上 覺得這個是一個什麼大問題嗎 沒有人在討論這什麼大問題 結果你又開始要修法大洞干戈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今天這一條船 現在是一個迷航中的船 兩岸也是如此 像一方面 這個八個縣市 萊茵的八個縣市首長 到大陸去訪問 有一些成果 能夠拓展觀光 能拓展農特產品 然後你們今天林璇說 這是傷害 不要傷害國家主權 我也不曉得傷害什麼國家主權 結果今天早上同樣的 因為今天立法院開議 那麼也有立委去問曹啟宏 曹啟宏說有機會 他也希望到大陸訪問 你們到底是怎麼回事 今天難道八個縣市首長去大陸 就是傷害國家主權 你曹啟宏去大陸 就沒有傷害國家主權 你們到底是在幹什麼 也就是說這條船是歪來去 結果現在又突然 要修一個這樣的法 我真的不曉得 他到底有什麼意義可憐 可是我比較擔心就是說 你不會執政 你只會選舉 所以一切就是為選舉 剛剛講到就是說 這個年齡你說結婚的這個部分 16歲改到調高18歲 好 18歲都可以結婚了 那是不是18歲 也可以就投票了 現在是20歲投票 但是滿18歲 其實可能就可以投票了 這個東西可能就要改了 所以這個江景成委員 我們要來討論的就是 這個年齡才是重點 而且年齡不是重點 選票才是重點 而且這是為了什麼 要延續執政 因為很多人講蔡總統可能就做一任 連任機率不大了 你看他做的現在是這個樣子的 民調一直直直落 所以是不是很有可能 我們即將會看到 連這個選舉投票的年齡都會改了 這個投票人年齡下降 我們在上一屆的最後 第二個會期開始 那時候涉及到修憲 我們就開始討論這個 當然幾乎那時候 國務長大部分的委員也都 也有人提案 把投票人員降到18歲 當然因為他是修憲的問題 所以我們並沒有完成 未來是不是會繼續來推 我覺得這個朝野感覺上 如果選舉快靠近的時候 搞不好這個氣氛又會起來 對 我必須要講的是說 他昨天提的是說 要把女性的結婚年齡提高 原本是16歲 現在提高到18歲 我是搞不懂就是說 既然投票人員可以下降 就是代表說 我們刑制年齡成熟 比以前來得快 所以投票年齡下降 為什麼結婚年齡要低高 如果說早期社會 是名字比較未開的 都可以允許16歲了 為什麼現在要提高到18歲 就是小兩歲都可以投票 小兩歲結婚也沒有問題 對 所以我覺得這兩個邏輯是 是衝突的 是衝突的 所以我會覺得說 如果我們認為現在 時下的年輕人 他們可以早一點做主 不管是在政治上 或是他的生活上 或是感情上面 沒有關係我們來討論 我們讓這個空間給年輕人 但是如果只是說 為了某一種特定的政治目的等等 我覺得 其實那大可不必 因為現在好好的 也沒有必要去修改這些東西 所以我覺得 回歸到年齡是一回事 另外其實實際的政治跟政策 還有你的執政表現 我覺得那才是重點 小英政府也不要一直認為說 這些年輕世代 好像他永遠都是屬於你的 那也不一定 因為其實年輕世代 他們在看事情 跟過去是不太一樣 或許剛好在前陣子這個時間點 大家全部一窩瘋的 就是支持小英 但是接下來的四年你的執政 你給這些年輕人的承諾 還有你很多這些 過去你在野所講的所做的 跟現在執政所講所做的 大家還是會拿來做比較 年輕人看到薪水還是不動 對不對 你剛施做承諾 我沒有看到 這些問題可能 才是你要去面對解決的 而不是調動年齡的問題 其實我們要這個問題 我們分開層次談 我們應該先談的是 到底有沒有必要去調高 這個結婚的事法年齡 聽說真的 我們講16 18歲聽起來有差 但其實也不過就是 高一跟高三的差別 如果你的家裡 會逼這個女生去結婚 你18歲我正常逼你 你20歲我也逼你 如果你家裡是個開放的家庭 你幾歲 你都能夠自己做決定的 所以我想先問一下指責 在你的看法裡面 就說這樣子的一個調高年齡 有沒有必要 我們先看有沒有必要 再去談民進黨如果認為有必要 是有什麼企圖 對 好 沒有錯 這個問題應該分兩個層面 剛剛佑正兄 第一個層面就是說 到底把這個年齡調整 有沒有必要性 就我認為當然是沒有必要 剛才啟程委員已經講了 民進黨一向聲稱 他們是最重視年輕人的權利 對不對 最重視年輕人 包含大家還記得嗎 課綱審議委員會的委員 連什麼 連中學生 高中生 都可以去擔任了 是不是 所以他們願意賦予這些年輕人 更多的自主權 怎麼會現在這個什麼 反倒用法定年齡 來給他們自主權 對 反而要提高 那不是跟他自己的理念跟價值 是衝突的嗎 所以說也是因為這樣的矛盾 那我們不經想懷疑說 那是為什麼 這個就到另外一個層面了 我認為當然 這也許是一個側風向 試水溫的動作 就是說假設我把這個年齡調整 那未來是不是有可能 我們在投票權的年齡 也可以往下降 順序修修修 對 從20歲降到18歲 當然這涉及到修憲 是一個大工程 可是是不是慢慢慢慢 這樣的切香腸 切切切 搞不好什麼時候 就可以切到 讓這個20歲下降 當然我想兩黨 國民兩黨對這個議題 事實上是有某種程度共識 但是這一步路 我想還不會那麼快 我要補充 剛才就是說 這個年輕人的選票的部分 剛才我們提到說 為什麼這個大綠 最近老是K小綠 在我認為這個叫什麼 這叫綠色矛盾 什麼綠色矛盾 就是選票或權力的矛盾 我們來看一下 忠實旺旺 事實上在8月份 曾經做了一個民調 她做蔡英文的百日施政成果 的滿意度 其中這裡的民調數字顯示 高達6成3的民眾 對於蔡英文的施政 是無感的 最重要是什麼 所以無感在20歲到29歲這個區段 這個年齡層 有81.5%的這些年輕人 是無感的 所以換言之 民進黨已經在警覺了 他的年輕的選票 是不是在流失了 換言之 所以要 所以要搞這個東西 對 要搞這個 或找段儀康 出來休旅這個小綠 所以未來這個綠色矛盾 恐怕會越來越加深 然後又牽扯到接下來的 不管是市議員或市長的選舉 請你換個角度我想 就是說剛剛我們一直講說 大綠K小綠 段儀康 為什麼那麼急著要罵黃國昌 要把以前的好戰友 一腳踢好黃明許 就是怕年輕選票被搶 他們自己也警覺到了 那個民調數字 我年輕選票在流失 所以現在做這件事情 未來一旦成真 我現在講未來一旦成真 因為林權看起來 法務部看起來 接球接得非常愉快 接這一顆要調高這個 法定結婚年齡的 這個球接得非常愉快 如果以後18歲 我可以決定自己結婚 當然18歲我也可以決定 投票 我要投票給誰 所以才會有這樣的陰謀論出來 民進黨為了鞏固政權 利用修法的這一招 來擴大年輕人參與政治 我的投票年輕人 立即就變大了 我的選票就多了 我的政績就比較好保住 我就不會是蔡宜介 來 康哥 宥正你講得完全正確 我們絕對沒有全謀 我覺得看這個問題 我們不要用全謀來看 我們把他這個 就是說提告 就是說我們把他到18歲 本來是20歲才可以投票 對不對 我們把他縮減回來 18歲降低 那你會覺得說 這樣子是不是 讓這些人 他們還沒有很好的 判斷力的時候 就有投票權 這件事情到底好嗎 在現在的政府的眼裡 當然是好事 為什麼不是好事 你還記得 剛剛指責有提到 我印象中最深刻的就是 在教育部前 反克剛的這些年輕人 他們有一個四個大字 我們永遠印象深刻 叫做撒回克剛 應該是撤回克剛 錯字的部分 那個錯字你就會覺得說 你們到底是來搗蛋的 還是來幫忙的 照理講是要撤 撤回對不對 要教育部把它撤回 就撒回就是 你的克剛是對的 我們都接受 這完全是字面上的一個 就是要讓你忘不了 對 非常大的衝突 我是說錯別字很多 錯別字非常多 你就會覺得說 這些人 這些年輕人 他們在還沒有成年的時候 他們就算18歲剛成年了 他到底有沒有判斷 一個國家 不要說是中央選舉 甚至區域選舉 應該要選什麼樣的候選人 他在這個是非判斷的能力上面 到底夠不夠 不用擔心 這些會撒回克剛的人 他們一定會找到 他們心裡想要的人 這些人是誰 這些人就是大律 也就是現在執政的政府 他們當時戰勝的 最重要的中堅力量 大家絕對不要小看 那300多萬票裡面 是有多少這樣的年輕人 所以又說你剛剛講的 非常非常的清楚 而且正確 為什麼 我曾經有問過很多 身幫周遭的人 他們很多 很可能都是藍營的第二代 甚至眷村第二代 他們的想法 那個都是18歲剛過 還不到20歲的人 他們就想說 沒有什麼 換個政府 所以他們的 老實跟你講 他們的那個判斷力 跟真正從事參與政治的能力 根本還不成熟的時候 他們是憑著什麼 憑著好惡在投票的 更不知道是非 大家知道嗎 所以民進黨他現在發現了 執政不到四個月 剛滿 他就覺得說 他們必須要祭出一些手段 祭出一些措施 讓我有別於國民黨 所以他一定要用這種方式 降低年齡之後 他一定會讓很多 年輕的選民再回來 這是你開放的 所以我再投給你一票 就像這樣子的 都是有計畫 我覺得後面都是有 我直接講 這是有陰謀在做的 所以我不認為 我不認為這是什麼 這個民法的部分 是還權於民 絕對沒有那麼簡單 大家不要傻了 一定是這樣的 好 我們廣告時間到了 等一下回來我們繼續討論 我在這個還是有 還是有婚姻的狀況之下 喜歡上別的女生 在這個處理的程序上面 感情的處理程序上面 然後就不管是錯誤也好 還是造成大家的指責也好 我想在這邊先跟大家說聲 對我支持我還有關心我的人 說聲抱歉 在感情上面 好 今天我們看到 這個是議員陳彥博 那麼因為被週刊跟拍之後 拍到了 因為其實陳彥博 跟任何一個單身女子 有親密的行為的話 大家要想一想 陳彥博是已婚的身分 所以這個事情 今天就被踢爆 被踢爆了之後 也看到他今天早上 立刻就做出了回應 而且認了所謂的婚外情 這個照片 因為都拍得滿清楚的 所以我們也知道 這個狗仔也是跟得非常的累 但是就跟到了新聞了 幹哥應該比較了解 狗仔文化 我們先來講一下 就是這個記者是什麼時候 開始跟他的 因為鄭彥博有些內幕 這也不算什麼內幕 就是說 其實我今天這樣講好了 就是說 彥博都是我們好朋友 可是他這件事情 這不只是兩年來的傳聞 在議會裡面 所以說很多議員 你當面問他 他不會有回答的 可是一週刊早就接獲爆料 他們不會 知保沒有事幹說 我覺得你很帥 你可能會有外遇 我就去跟你 不是這樣 都有線索 都一定要有線索 要有線報 他們才會去做 當年吳玉聲委員 也是遭遇到這樣的情況 好 他們其實去跟的時候 說句實在話 他們說之前所跟的那個對象 跟現在這個對象 是不一樣的 也就是說我現在又爆料了 這是第二個對象 也就是說 這個對象是新的 大概從去年就開始跟了 去年開始跟的時候 是在什麼地方 我把詳細的環境告訴各位 彥博在市議會上班 走過整個國父健健館的一線路 那一邊是行事警察局 行事警察局的對面 不是也有個社區 高級社區嗎 這位骨感妹 就住在這個高級社區裡面 你就今天我們看到的這個 今天看到的這位 但他不是去年他們跟的那一位 所以連狗仔都嚇一跳說 這個怎麼人不一樣 人不一樣 還有最令他們意外的是 他們跟過了好幾次 當然無非是希望你 跟你的緋聞對象 過重甚密對不對 結果他們一直要拍這樣的照片 是拍不到的 結果今天終於拍到了 而且那個狗仔 就講了我的一句名言叫做 Got you 為什麼 因為我們終於有一張 非常明確 明晰的親熱的照片 其實我現在這樣講 我是真的覺得 因為我們自己也是狗仔出身 我一直認為說 彥博他太不小心了 為什麼 因為他是公眾人物 他怎麼會在狗仔 可以拍得到的情況之下 你要曉得如果我連用 在公開場合 不是太不小心了 是他沒管好自己 對 就是說如果大炮 能夠拍得到你的話 那代表你是非常不小心 可是你說一個公眾人物 甚至是他是民意代表 他今天他犯了這樣的錯 我覺得他必須要跟大家 再說明清楚一點 因為其實他是有家庭的 所以大家就知道說 原來我們現在講的是 已經盯了你一年 一年之中你不會不知道吧 你走 我剛剛所講的那個場景 那個環境 這樣穿過刑事局之後 走到市議會 這一整條這個動線上面 你自己心裡 聽說他去年就已經知道 有狗仔跟他 有很多 還撞上面了 你怎麼在這裡 彼此認識 這個狗仔也是記者 彼此認識 你怎麼在這裡 沒有我們去採訪 國富健全館什麼活動 一騙就把他騙走了 你怎麼一點警覺 現在好像在教大家 怎麼樣有警覺性 不是這個意思 我的意思是說 你既然已經知道 你的言行舉止 受到注意的時候 是不是自己本身 就應該警惕 也就是說 從一年多以前來 就這樣 所以他今天被問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迴避 他也沒有辦法閃避 因為昨天就已經預告 今天會見報了 他也很坦然的接受 我是覺得說 真是有點可惜了 所以幹哥 剛剛你講了就是說 他明明早就知道 對不對 好像也都碰過面了 但怎麼還會就是說 議員怎麼會這麼 好 就像你說的不小心 怎麼還敢這麼大方的 帶著女生去百貨公司 去漁港吃海鮮 會不會是他在婚姻上面 有一些狀況 他今天也有承認 他就是過去 那麼久的時間以來 他就不要了 其實有一直 他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 所以他那個部分 他並沒有否認 因為我 你現在講的 我也真的深深有這種感覺 為什麼 因為跟我講的狗仔 其實他說 他負責這次任務 他不知道上一次任務 所以意思就是說 有兩個對象 你知道嗎 在我的認知裡面 就是說彥博可能 不只一個對象 可能有兩個對象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自己本身的家庭的經營 是不是出了什麼問題 這很值得推敲 然後明明應該要有警覺心 卻沒有反應過來 知道說自己應該 你不能堂而皇之 你是公眾人物 就算他是你的親密密友 你也不能 你知道他怎麼說的嗎 他在第一次 不是第一次 就說他在對外解釋的時候 他是怎麼說 他是說這個是他的經濟人 經濟人 他幫他敲通告的 經濟人 敲通告 等一下 經濟哪一方面 新聞台嗎 新聞台不需要經濟人 我們現在講專業的話 新聞台都是每一個名嘴 接新聞台的通告 所以說是什麼經濟人 是專門娛樂節目那一線的經濟人 然後狗仔也很聰明 馬上去調他最近上節目的資料 發現什麼 發現他根本沒有上綜藝節目 你為什麼需要經濟 一個經濟人去幫你跑這個 綜藝方面的通告 這樣大家聽得懂我的意思了嗎 也就是說你來解釋這個 你的女性逆友的身分 說他是一個經濟人的身分 幫你陳彥博去跑娛樂通告 這是不成立的 是 好 仁俊我請教一下 其實過去我們看過很多政治人物 都有所謂婚外型這種飛聞 但是這個劍爆了之後 我們會發現說截然不同的命運 藍營是不是就該死 吳玉生剛剛其實幹哥有提到 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後來也敗選 但是綠營呢 綠營好像也滿多的對不對 還包括我們剛才所提到的 黃國昌 好像也是畫面新聞不斷也很多 好像都沒事 怎麼會這樣呢 我覺得如果要這樣講 最有名我們曾經還有行政院長 是雙人枕頭 那這不就還做到行政院院長了 所以我覺得應該這樣看 就是說台灣其實社會 一直不斷的在改變 你說陳彥博議員 今天這個事情 當然他在媒體上 在媒體爆料之後 我覺得他最少他面對的媒體 也講出了一些 家裡面的一個事情 他後面要怎麼樣處理 我覺得是他自己 我覺得他應該夠有智慧 去處理跟面對 只是說 我們現在對於政治人物的 這個道德標準來說 事實上我覺得 很多人其實在檢視上面 確實會比較用道德的層面 在加諸於工作人物之上 會比一般人來得多 可是我剛剛為什麼特別講說 行政院那個雙人枕頭的狀態 事實上 當時大家也覺得說 奇怪 這樣子難道就適合嗎 就適合當一個所謂的院長級 我想那個時候 大家討論都很多 可是他還是當了 所以某種程度 我剛剛一直在強調就是說 我們現在在看待一些事情的時候 不要用選擇性的正義 去看看去看別人 其實你說像立法院 立法院過去長期以來 確實經常有一些委員的廢文 或很多事情 你可以看到同黨立委 或甚至連他黨立委 都盡量不願意談 我覺得那某種程度 是基於同事的情誼 可是我覺得 因為現在的政府 他要比較注意這件事情 也就是說因為現在政府 開口閉口都是正義 開口閉口都告訴大家講說 我們現在就是要把過去 不公不義的事情 給他揭露出來 所以如果同樣的事情在 就是我應該是這樣講 就是說如果在同樣的陣營 譬如說民進黨政府裡面 或者民進黨陣營裡面 如果有出現這樣一個狀態的時候 那你是不是會用過去 去批判一致的標準 比如說像吳委員 其實我們那時候跑立法院 有時候也都替他覺得 感到不知道該怎麼辦 比如說立法院 那時候表決的時候 那表決的時候 委員應該很清楚的記得 那一幕就是 因為一般其實在表決之前 或者在表達之前 其實他黨團的幹部 都會在前面拿著牌子 結果居然有人拿新聞的事情 去嘲諷他 然後甚至在那邊大車唱唱歌 那個狀態 所以我其實某種程度上面來說 道德標準的這件事情 其實我覺得它沒有什麼 可以被討論的模糊的空間 可是在於說 對政府的人事來講 在這裡面我真的覺得 有時候要比較稍微注意一點點 好 我們休息一會 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大將至大爆掛 我們繼續來聊的 其實這個政治人物 必須要有擔當 但是當被發現有婚外情的時候 這個時候怎麼危機處理 真的是學問 子哲 你怎麼來評論 今天陳彥博的表現 這個政治人物碰到這個事情 總是個難題 真的 我記得很清楚 上一次議員選舉的時候 最有名的一句話叫什麼 問世間情味何物 我們都知道 這個市議員王世間 你斷句是斷錯的地方 是問世間情味還是問世間 斷句那個逗號 逗號對不對 對 可是我要講的是說 當然王世間那時候被抓到 有飛聞以後 事實上他就馬上停止了 他的競選活動 他沒想到 停止了競選活動之後 他還高票當選 對 我要說的是 包含我們對照 吳玉生委員的事件來看 吳玉生後來 在這次選舉也落敗了 當然多多少少 或多或少都跟他的飛聞 可能有一些關係 我要說的是說 感覺這個社會上的氛圍 似乎對於綠營的 類似這樣的飛聞 好像採取比較寬容的態度 對藍營 我在想說 大家對藍營的期待 對藍營政治人物的期待 可能比較高 所以只要發生這個事情的時候 似乎 似乎就用比較高道德標準 來檢視 甚至在用選票上給予教訓 當然我要說的是說 其實政治人物都是一致的 選民看待這個事情 標準也應該一致 而不是應該大小眼 面對綠營就有這個標準 面對藍營又另外一套標準 包含黃國昌也是 我記得之前選舉的時候 黃國昌也被問到說 請問你是不是有私生戀 一開始還極力否認 後來承認了 可是即便是承認了 黃國昌 我們知道最後還是當選了 我是說 包含黃國昌 王世堅 甚至之前還有童仲彥 童仲彥還有甚至疑似 疑似家暴的時間 可是呢 他是即便的